昨天晚上,当今华语歌坛最耀眼的男歌手林俊杰现身杭州参加某商业歌友会,整个人民大会堂几乎是坐无虚席,当林俊杰一一声灰色西服亮相时,现场顿时沸腾起来。 据了解,林俊杰在今年的四月与老冬家是合约到期,一个意义上,姐姐已经是恢复了自由身,来自海内外各大商品公司都是向她发出了邀请,甚至开出了9亿新台币的签约金。 因为这场剪出,林俊杰只是履行老冬家的合约义务,所以经纪人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。 当天同公司的其他几位艺人张继、许松、廖玉琪也是参加了这次活动,他们在采访中也表达了对林俊杰的理解,希望她的事业能够越来越好。 那其实我还是蛮喜欢俊杰世松的作品。 她是非常非常贴心的师兄。 那每个人都有她的未来人生规划,然后我都觉得是祝福的心态。